12月8日 京城首届儿童主题Cosplay玩乐会 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属于小朋友的盛大party 连扮演李小龙被大众所熟知的香港演员陈国坤也是亲临助阵 去乐园是一家专业的儿童娱乐服务品质提供商 未来他将联合多家品牌机构和媒体 面向北京所有家庭展开招募乐园小小体验观活动 除了亲身体验一下主题乐园在现场 陈国坤也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他要当超级奶爸了 我明年三月份三月的时候就当爸爸 其实都做了很多准备 其实因为之前也有过经验带小孩 先练好身体因为要跟他玩 第二就是要看很多书 就是怎么跟他们沟通 因为刚出生的小孩还不会反应 你说你跟他说的话他可能回不到你 只是怕他来看见你 你要慢慢学很多东西 这边忙着准备等待新生命的降临 那边尤其主演的电影 夜问三也已经快与观众见面了 可谓是双喜临门 在影片中他也自爆 自己与真子丹打得相当的过瘾 跟他打其实 我觉得不能透露太多 反正能跟他同场也是已经很幸运 地上最强碰到宇宙最像 宇宙最强碰到地上最像 我是最像李小龙的人 他是最强 所以还挺过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